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说明方法 因为在小学的高年级阶段就开始接触说明文 在说明文的写作中我们一定离不开的就是说明方法 那么为了达到不同的说明目的 我们就会使用不同的说明方法 使说明的语言更加的具有科学性、准确性 也使说明的对象更加的生动、具体、直观 那么读者读来也是更加的有兴趣 也能更加明白、更好地突出我们说明的主题 接下来我会比较详细地介绍11种我们最常用的说明方法 从它们的特征、作用以及例句来分析 然后我会再介绍两对比较容易混响的说明方法 接下来我们会围绕这11种最常用的说明方法 进行解释和分析 里面也会有一些例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第一种 举例子 什么是举例子呢 举例子就是举出通俗易懂的实际事例来说明事物或者事理 使所要说明的事物具体化 它主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列举法 就是举出一些跟它同类的事物来说明事理 第二种叫做典型举例法 就是举出一个或几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 它的作用主要是实现具体真实清晰 通过举出实际的事例来把抽象的事物说得具体 把复杂的事物说得清晰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例句 我们在学校学习的科目有很多 如中文、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等 那么我们看到这边滑线出来的这些具体的科目 就对应着句子中它的事理、科目来进行举例说明 第二种列数字 列数字是指列出具体的准确的数字来说明事物的特征 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需注意数字的准确性 因为当我们去引用较多的数字的时候 必须要留意一定要是准确无误的 不准确的数字是绝对不能用 即使是估计的数字 也要有可靠的根据并力求近似 通过列数字的方法 我们可以达到说明的准确、严谨和具体性 我们一起来看看例句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非常准确的数字 都是来描述这一个赵州桥它的长宽 第三,打比方 打比方就是以常见的事物或事理做比喻 以突出事物的形状特点 它和我们修辞手法中的比喻是雷同的 作用都是使说明的对象更加的生动、形象和具体 一起来看例句 金的鼻孔长在脑袋顶上 呼气的时候浮上海面 肺气从鼻孔喷出来 形成了一股水柱 就像花园里的喷泉一样 我们看到滑线的地方 为了去说明金的鼻孔 把这个肺气喷出来形成了水柱的样子 就把这个水柱比喻成了花园里的喷泉 让读者也以更熟知的一个事物去理解 第四,下定义 下定义是用简明的语言、科学的术语 对某一个概念的本质特征做规定性的说明 下定义它能够准确地去揭示事物的本质 让人们在阅读时碰到一些抽象的字词啊 或者是专业的术语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明白去理解 我们来看例句 温室效应是指透射阳光的密闭空间 由于与外界缺乏热对流而形成的保温效应 这里面要解释的就是这个温室效应的定义 这个定义是指什么呢 后面就有了一句它的定义 第五分类别 分类别是根据形状、性质、成因、公用等属性的一同 把事物分成若干类 然后依照类别逐一加以说明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使说明更加的有条理、直观 而且是很清晰的 那我们来看例句 图书馆的书籍 清晰的说明说明对象的特点 这个文章也是更加的有说服力 第六 引资料 引资料就是引用一些文献资料 名言、谚语、诗词、典故、文章、传说 等于说明对象有关的资料来说明事物 它的作用是指整个说明更加的具体、权威 而且有说服力 那么这边要提一下的就是 引资料的范围是可以非常广的 它除了刚才说过的一些经典名著名家名言 还可以包括一些公式定律、一些典故 那么我们来看到例句 意思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云霞来预测天气 那么这里面就引用了一句 谚语、早下不出门、晚霞行迁礼 来描述这一个天气预测的情况 那么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应用古诗 引用古诗的时候呢 它可以使我们的说明文更加的具有诗情、画意 引用故事的时候呢 也可以使文章更有的有趣味 第七、画图表 画图表是为了把事物说得更准确、清楚、明白 借助于图片和表格等来说明事物的特征 那么为了把十分复杂的事物说得很清楚 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图表法 它来弥补单单用文字表达的欠缺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使整个说明更加的直观和清晰 使人一目了然 我们来看例子 我们看到的画面呢 就是我之前在讲教学app的时候 推荐的叫做scratchjunior 那么这一个界面 如果我们要来形容界面的话 可能文字表述有一些单调 我们可以利用画图表的方式 用这些指示来清晰的介绍整个界面 有四个区域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使人看了以后一目了然 调理清晰 也能够很直接的去说明这个说明对象的特点 第八 魔状帽 魔状帽是指通过描写事物的形状或面貌 来说明事物特征 它的作用是指整个说明更加的形象和具体 来看例句 每个柱头上都雕刻着不同姿态的狮子 这些石刻狮子 有的母子相抱 有的焦头接耳 有的像蜻蜓水声 有的像注视行人 千态万状 唯妙唯肖 那么这里面 为了去描述这些石刻狮子的外形 它非常细致的描摸了它的样子 母子相抱 焦头接耳 蜻蜓水声 注视行人等等 那么这个句子除了是魔状帽 它也是举例子 第九 做诠释 做诠释是指从一个侧面 在事物的某一个特点 做一些一般性的解释 或者是对文章中提到的问题 进行解释说明 它的作用是更加的通俗易懂 来看例句 同样是说石拱桥的 大拱的两肩上 各有两个小拱 这个创造性的设计 不但节约了石料 减轻了桥生的重量 而且在河水暴涨的时候 还可以增加桥东的过水量 减轻桶水对桥生的冲击 这里面的设计是什么呢 它下面进行了非常具体的诠释 这一种设计怎么样去节约石料 怎么样去减轻洪水对桥生的冲击 这就是做一个诠释 第十 做比较 做比较是将两种类别相同或不同的事物 现象加以比较来凸显事物特征的相同或相意 它的作用是指整个说明更加的鲜明 突出和对比 那么做比较的话 其实是说明某些抽象的 或者是人们比较陌生的事物的时候 可以用具体的或者是大家已经熟悉的事物来和它比较 那么这样的话使读者通过比较得到更加鲜明而具体的印象 那么事物的特征也在这一种比较中凸显出来 我们来看例句 太平洋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洋 差不多等于其他三个大洋的总和 比地球上所有的陆地面积还要大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太平洋它的一个面积大 到底大到什么样呢 首先跟其他三个大洋的总和去比较 显示出它的大 再和地球上所有的陆地面积去相比 因为我们人的脑子里对于地球上的陆地面积 它会有一些概念觉得很大 世界很大 地球很大 那么太平洋它的面积甚至比所有的陆地面积还要大 也是能够凸显出这一个太平洋的大 最后一个 做假设 做假设就是用假设的想法表示出将来会出现的情况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来增强说服力 我们来看例句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如果它被破坏了 我们别无去处 这一句话呢 如果它被破坏 是出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假设 用假设的想法去表现出将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以上我们就是最常用的十一种说明方法 如果说你对里面的一些例句或者是一些特点有疑问的话 你可以在下方的评论里面答给我 那么我也会回复大家 接下来呢我会再讲讲两对刚才说过比较容易混淆的说明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下定义和做全事 第二对就是打比方和做比较 我们先看第一对比较容易混淆的下定义和做全事 我们会从他们的含义 形式 内容 特点四个方面进行解释 先看一下含义 下定义是指用简明而明确的语言指出被说明对象的本质特点 它的立足点在于对象的本质特点 比如我们看一下例句 密度是对待特定体积内的质量的度量 密度等于物体的质量出于体积 那么这里面就对密度这个专有的名词做了一个定义 做全事呢是对于事物或事理的某些性质和特点 进行适当解说的一种说明方法 它是进行一个解释说明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看例句 看云时天气中提到的红 课文中注释为 夏天雨过天晴 太阳对面的云幕上常会画条彩色圆弧 这就是红 这里面呢就用这一些太阳对面的云幕上出现的彩色圆弧来解说什么是红 那么在形式上面两者也是不同的 下定义 它常常用判断句式来表述概念 比如说什么是什么 什么是纸什么 那么做全事的话 它可以运用多种语句来表述 在内容上面 下定义 它着眼于事物的本质属性 做全事 它是注重于事物的外观的表象 性质和特点 那么在使用的特点上面 下定义更加的准确简明 概括性比较强 那么做全事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具体而通俗的 有时带有一定的描述性 第二对容易混淆的就是打比方和做比较 那么这一对会比较简单一些 从它们的特点上看 打比方呢 它的构成基础是相似点 通过相似性来联系两个事物 就像是比喻 因为有相似点才可以互相比喻 把A比做成B 那么做比较 它们构成的基础是比较点 在同一个比较点上去鉴别事物 立足于比较 就比如说比大比小比高比 有同样的一个特点进行两者相比 其实今天讲了很多种说明方法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要出一个小小的题目来考考大家 是不是你能够完全的掌握了这些说明方法 我们通过一篇小小的文章 来找找里面含有哪些不同的说明方法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小的片段 它是选择于文章经 虽然比较的短小 但是里面包含了很丰富的说明方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是否你都能找到 第一句话 其实还有比相大的多的动物 那就是经 这一句话就很明显 里面有一个做比较 鲸和我们人们印象中非常大的动物 像在做比较 那么这个可以把它先圈出来 第二句话 已知最大的鲸有16万公斤重 最小的也有2000公斤 这里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数字 16万和2000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列数字 比较精确的用一个数据来说明 第三句话 我国捕获过一头4万公斤重的鲸 约17米长 一条舌头就有十几头大肥猪那么重 首先这一句话 它本身是一个例子 讲了以前曾经捕获过的这个鲸 但是在这个例子里面 又有很多说明方法 首先这边有一个 这头鲸的4万公斤重 这也是一个列数字 17米长 它的长度也是列数字 还有一个在做比较 和一个十几头大肥猪在做比较 什么东西那么重呢 舌头和大肥猪来做比较 那么这个也可以很好的体现出它的重量 第四句 它要是张开嘴 人们站在它的嘴里 举起来还摸不到它的上额 四个人围着桌子 坐在它的嘴里看书 还显得很宽敞 那么最后一句话 它同样也是一个举例子 也有它里面有四个人坐的桌子看书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在那做比较 所以整个片段里面 它综合又用了做比较列数字举例子的方法 所以总而言之 其实说明方法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大概的能掌握了以上这十几种说明方法的话 不管你在阅读说明文 还是在自己的说明文写作里面 我相信基本都不会是一个难事 其实写作很简单 一般你掌握了一些规律和方法以后 当你的思路非常清晰以后 就可以很好的下笔 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讲讲其他的写作方法